Nutcracker Nutcracker 我們也很快的來聽一下 他有哪一些音樂 我其實很喜歡他這個故事 可是可能要另外找時間再錄 因為他的故事非常的長 Nutcracker是 是胡桃前的那個士兵 他是Nutcracker 然後呢這就是在講說一個 那個Uncle Dresselmeyer Uncle Dresselmeyer 這Clara小女孩 他弟弟Fritz 他是在這個聖誕夜的時候發生的故事 這故事非常的 我自己非常喜歡這一份 就算不在聖誕節一般的時候 聽也是很適合 這裡有一個媽咪 好那我們來聽聽看誰在外面呢 原來是Uncle Dresselmeyer 帶的禮物來囉 那我們來聽聽看 然後他這邊呢都有在講 對我花了一些篇幅在講這整個故事 然後搭配他這個音樂 我覺得非常的融入 然後Uncle Dresselmeyer 就帶了四個娃娃給他 然後另外一個包裹呢 就是那個胡桃前的士兵 然後呢 然後結果呢不小心他弟弟 又把這個胡桃前的士兵給弄壞了 你把哪裡弄壞著 對他把嘴巴弄壞 對 然後那個Uncle Dresselmeyer 所以沒關係我會把他修好 但是Clara他實在是太擔心了 他晚上的時候他就 偷偷留下樓來 然後就看到 欸既然這胡桃前士兵 和這個老鼠都變大了 然後他們都互相在打鬥喔 然後 來聽聽他們打鬥的 過戰的聲音 對他們老鼠 還有這個胡桃前士兵 在打鬥的 過戰的聲音 對 然後呢 結果就 就Clara他就拿著這個 拖鞋去打這個老鼠王 結果老鼠王就 就 就輸了 然後他就很 他就很感謝他 他就說 那我帶妳到糖果王國去 去玩 然後 Dresselmeyer 叔叔這時候也出現 那個他把他 拖鞋脫掉了 然後就打 對 然後我們再聽聽這邊 就 老鼠就跌倒 看到這個糖果王國呢 然後就欣賞各式各樣就是 不同國家來的糖果的那個舞蹈喔 很多不同的仙子 對很多仙子 對很多仙子 對有咖啡仙子 然後有那個 咖啡仙子是哪一個 對是哪一個欸 我也搞不太清楚欸 然後他有一些 喔這個舞蹈呢 是俄羅斯的這個 俄羅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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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Candy Can's的 俄羅斯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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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呢 這是最有名的盧笛之舞喔 就是一大堆的這個 杏仁高的 杏仁堂的那個 那個仙子 他們就來吹著那個笛子 然後就來跳盧笛之舞 那Clara也是跟著跳 他跟著跳 對他跟著跳 然後再來呢 他們就大家一起 和花仙子的一起 大家一起在跳舞了 花仙子哪一個 這些大家都一起跳 這些都是花 你看他們的衣服像滑蛋 好最後呢 這個糖梅仙子就出來了 他在這個 這胡桃籤王子他不在的時候 在統治這個糖果王 幫忙他照顧糖果王 好好聽喔 其實很好聽 對阿 所以媽媽 為什麼 那個這個也是 像一個真正的花 對 那個這樣子看 就是一個 真正的花 對 它很像一朵花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他們就 要搭著這個火車子回去了 雪鞘回去了 要回到家之後 他才發現 發現 他愛人呢 他只是做了一場夢 其實那胡桃籤士兵 還是胡桃籤士兵 就這樣子 然後這本 這本也跟 對 跟斯基一樣 他也是在這裡的解釋 柴可夫斯基的生平故事 然後 還有這裡面 常見的一些字 單字 然後呢 還有最後面也是 所有的歌曲的大集合 他分別解釋每一個 我們在裡面聽到的音效的音 五點音樂的片段 是出自己哪一個樂章 還有他的音樂的特色 是什麼 那 都非常值得一看 然後問你說 你記得這哪一個聲音 是出自己哪一個故事的片段嗎 那我們下次有空的時候 再來錄一個 就是仔細那個 講裡面故事 本來他們是 這樣子 這樣子 這麼小 可是就 變大 就是 小便 媽媽的 那你慢慢翻 媽媽那個相機已經沒電了 那我們今天就先說拜拜 好不好 對就這樣子 先說拜拜囉 拜拜